相較於中華民國或台灣之外的大陸地區 另外一個其實我要轉向轉型正義 你有提到你1985年拿到獎學金到德國 那你也在現場看到整個東德的垮台 看到這個民主 昨天國民黨被提名總統參選人在討論的時候 有人認為說 黨產會跟促展會都是違憲機關 這個跟你們職權有關 你覺得黨產會跟促展會是違憲機關嗎 我不認為 因為基本上他當然都是透過大院的法律 程序上是經過立法院 他的實質內容呢 他實質內容基本上就是在實現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就是要 特別是說像這些促轉會或者是說黨產會 他牽涉到很多人民的財產權的保障的問題 我相信在整個德國民主轉型過程裡面 你所見證的一定有一些類似這種轉型正義的機構 不過你的同事們你的同行們不一定這樣認為 婦聯會案黨產會的處分有違憲之餘 北高最高行政法院申請試憲 那你覺得婦聯會黨產會的處分是違憲的嗎 如果他已經申請試憲的話 那我真的就不適當在這邊回應 你現在還是台大法律系教授的角度 他認為說國家機關不得任意剝奪 黨產條例所架構的系列規範 任意將一個主權體所擁有的財產之意剝奪 他談的是財產權 其實從你前面談民主防衛機制裡面講 這些權力不是絕對的 在轉型正義在保障民主自由的情況之下 他是可以剝奪的 那你同不同意這個看法 因為如果說特別是提到這個不當黨產 那他所牽涉到的就是說 那這些財產的來源到底是什麼 那他相當程度的其實他也是剝奪了原來原有人的權益 所以這個從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的這個角度 我講的財產權不是指黨 而是說被剝奪的那個財產 比如說土地被佔有的 對的 他們的這個權益的這個保障的角度 所以我並不認為這個是屬於違憲的 所以我並不認為這個是屬於違憲的 所以最高行政法院應該去考量你所講的嘛 所以最高行政法院應該去考量你所講的嘛 他更前一階段財產的來源 是不是正當是不是正義的嘛 那接下來 作為東德民主轉型這個見證人 那威權象徵 其實我們有這個促轉會 你也講到促轉會其實是核限的 不管是他的程序或是內容 那其實促轉會有個裁定 他認為說這個蔣介石的肖像 是所謂的威權象徵之一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在使用的貨幣上面這些 你所看到蔣介石的肖像或是銅像 其實他是威權移序 威權的象徵應該予以移除吧 你知不支持促轉會的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其實在大部分的威權體制解體之後 一般人民都會想要去把這些威權的 一個象徵性的東西把它移除掉 因此這個促轉會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基本上這個是尊重促轉會的決定 那這個基本上應該還先不涉及是否有違憲的問題 這個貝廷員 因為我想你學生時代在德國當學生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非常多史達林 列寧的銅像被拆除 是的 一些威權象徵 共產主義的象徵被 拆毀 甚至被糾正 那我意思說 在台灣 促轉會不是想法而已 它是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其他機關是不是應該予以奉行 比如說 學校裡面銅像 貨幣 是不是應該把這些威權的象徵移除掉 你的態度呢 基本上這個是比較政治性的問題 所以可能我也不太適合把它講得很清楚 不是啊 我講的是促轉會做的決定 我沒有說你做決定 那其他機關不是應該奉行嗎 我們還看到這麼多國防部或是一些學校還在抗拒 那這個跟你在德國的經驗你在歐洲經驗相符合嗎 當然有很大的出入 OK 下一題 目前有一個爭議 因為我們要換發新的國民身份證 那我有其他問題會等一下問你 關於這個隱私權的問題 不過這邊有個爭議 就是說國旗是不是應該在身份證上面 戶籍法裡面沒有規定要有國旗 那如果戶籍法裡面有規定 那為什麼國旗一定要在身份證上面 身份證的意義是什麼 國旗是否應該一定要在身份證上面 貝提棉 你的看法如何 基本上這個問題 因為可能一方面也是比較政治性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是個人資料跟隱私權的專家 對不對 身份證的功能它的作用是什麼 這股國旗不涉及隱私權 這股國旗不涉及隱私權 國旗不涉及隱私權 這個並不是隱私權的範圍 它是個資訊啊 對不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其實我這邊提醒我們被提名人就是說 戶籍法其實沒有規範一定要有國旗 它裡面講哪些資訊要有 它規格是什麼樣子 它並沒有規範國旗 可是把它政治化了 好像身份證上面沒有國旗 好像就是不認同這個國家 這是非常奇怪 那下一個 就是關於你另外一個專長 關於這個個聯資料跟隱私權